三十一号 假日午后的关山车站 传出悠扬月声 曲曲动听 耳熟能详的民谣 吸引刚下火车的民众目光 当天在关山火车站旅客服务中心 特别为飘书柜所举办的小型启用典礼 除了虾米乐团的演奏 知名书法家张国新 也特别应邀支持艺文的推广 现场说写春联 来免费赠送给旅客 它能够带动地方 然后让地方有这个文艺气息 带动这个文艺气息 那是好的一面 原本这个借书柜 是台东县政府文化处的一文推广 不过因为借多还少 最后空荡荡的架子 几乎闲置在车站的角落 台东生活美学馆 关山协会会长周福安 看了这个情形 却发想希望赋予不一样的生命力 所以后来我们才想一想说 以其这样 不如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为一个飘书柜 我们主动去争取一些书 然后摆放在这里 一样你喜欢你就带走 你愿意你也可以捐书 我们再把它摆上去 所以我刚会讲到有一个传递幸福分享爱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 当天简单的启用仪式 虾米乐团书法大师辉豪 令大家流连驻足 游客们除了欣赏现场演奏 更是惊讶 赞叹关山镇充满了与众不同的一文气息 目前挑书架上已经摆放新的书刊 周会长欢迎大家享受阅读书籍的乐趣 东台新闻女一期 关山火车站采访报道